阿龍是他們在說 什麼是他們跟你說的 2012大選 中天最在地 中天最靠近 撐下賺錢大聲喊出來 選舉發誓吐鑽白 11月15號起 每週一到週五 天天咖哩 走歸走 新聞開始來關心著高雄立委參選人邱毅 跟陳志忠的辯論會 兩個人最受矚目的世紀辯論 在高雄市議會登場了 雙方國仇加恨要一次講清楚 展開激烈攻防 而邱毅猛打扁案貪毒 而陳志忠反擊都是遭到政治迫害 雙方唇槍舌戰 活躍位太濃了 差一點擦槍走火 讓辯論一度中斷 讓雙方恢復理性 才繼續展開 邱毅上場炮火先對準 扁家洗錢案 國仇加恨一次算清楚 他今天竟然還有臉說 他要來把國仇加恨一次親 大家都跟他們算國仇啊 全中華民國的國民都要找陳志忠 要要回貶家貪污洗掉的錢啊 所以這個國仇這不是地上國人的事 這個國仇是國民黨 是馬英九 是邱毅 當時對著力士這場來抹喔 邱毅多次提貶案的錢何時還 陳志忠從頭到尾都不回應 反而扯馬總統下水 國仇加要投資喔 我完全贊同 但是這個投資喔 先跟你們的老闆馬英九來投 他做台北市長的時候 欠中央三四百億的健保費 靠近不需要向中央政府 現在他做總統啊 當然不敢跟市政府投 兩人唇槍舌戰貨不相讓 直到陳志忠扯出了邱毅的家務事讓邱毅動怒了 謝長廷正義長你電台在說 說你自己抱你爺爺的料 說你的老爺很風流 說你的老爺受到家暴 我沒辦法了解 為什麼你要公開抱自己父母的料 你要祈福我康復的廟金 你願祈福我康復的老爺跟老母 我爸爸已經翁上十年了 待 這樣子在人生攻擊嗎 你也拜託啦 我們請現場的來賓請 對 也要自知 邱毅無照 對 剛才時間暫停 我們把說話的權力留給台上的雙方 台下觀眾突然鼓噪 主持人一度喊咖 要求大家冷靜 讓這場邱毅與陳志忠的辯論會 險些擦槍走貨 邱毅新聞 台北綜合報導